金枝玉葉、馬功臣、電信火箭和包裝得勝 時間亦差不多了,交給集團 電信火箭入集,最後入集包裝得勝 全部馬不准备,陀堂六場賽事四班千二個短途大熱 是五 忘記舉起 你一開集的時候,前面快,內蘭為止包裝得勝 中間還有金枝玉葉,大純威都快 再見到第四位 內蘭天天自負,中檔第五金元寶馬 外面騎上去灰馬,威力爆發 走三踏大約跟著第七、八位 還有這隻海精英,後面五隻馬 內蘭尾五劍在九天,尾四橙眼罩是電信火箭 尾三千里進區,後面兩隻馬上學長 尾以包尾就是馬功臣 對面直到中尾段,前面帶頭是這隻包裝得勝 第二位是大純威,守住內蘭第三上次贏馬的位置 就是這隻金枝玉葉 再見到中檔第四是金元寶馬 外面位置第五位還有威力爆發 內蘭第六天天自負馬嵩,中間橙眼罩 還有電信火箭 後面的馬劍在九天等內蘭 扔出大外擋是海精英 入青州直路,大純威在賣便包裝得勝 見到金枝玉葉已經移出來中檔 第四位還有金元寶馬,在外面位置橙眼罩 就是電信火箭 外面位置大白臂就是千里進區 接近終點了,金枝玉葉再認真比下去之下 拋離的對手打踏再贏 跑第二名是大純威 電信火箭第三,外面追上來 跑第四是千里進區 結果這隻金枝玉葉贏的姿態 比起想像中更加輕鬆 當然,贏的對手後面也不太會贏 大純威跑第二,電信火箭追上第三 千里進區跑第四 五號碼金枝玉葉,順利勝出 大熱門2.5倍 潘頓拍攝丁冠豪又做一場 跑第二名4號的大純威莫雷拉 第三名是2號的電信火箭 跑第四名是12號的千里進區 相當之正路的菜果,4.5倍 大熱圈48元 勝出一場吧,潘頓 沒錯 都可以記住,這對騎鏈的合作 熱門都頗穩定 第三名是2號碼金枝玉子 敘擠多如果半壇 倒 arrest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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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事完成时间1分10秒01